108課綱的第一屆學生目前已經就讀大二 而陽明交通大學就分析了校內不同管道入學的學生成績 就發現第一屆新課綱申請入學 繁星推薦學生 他們的成績在高分群是佔比比較高 至於不合格不及格的學生 考試分發佔比 則比申請入學的高 大學學測考完 無論申請入學 繁星還是要再考分科測驗平分發 學生都是要各自努力 而108課綱的第一屆學生目前讀大二 這些不同升水管道的學生成績表現又如何 申請入學的同學會平均會比個人申請 還有繁星要來的稍微落後一些 但看陽明交大的統計 繁星 個人申請的學生都有兩成平均成績在90分以上 而80到89分比例最高都超過四成 考試分發的學生 雖然80到89分也有四成 但90分以上的高分群只有一成多 至於不及格學生 申請入學1.1% 考試分發有4.1% 除了108課綱的改變 疫情改變了學習的型態 他的重考生非常的少 今年分發入學就比去年多很多 所以其實我們還需要長期的觀察 繁星推薦也好或個身也好 都是在有限制的志願術的情況下 去選擇你想填的校系 他在高中三年的學習階段 他的學習態度是比較穩定的 所稱的高舊是說他填到了夢幻的校系 陳教總點出 大學的名額沒變 搭配少子女化 會把學生的成績往上推 有一些人就可以填到夢幻校系 楊明教大則表示 第一屆有線上教學 重考生減少等變數 都會影響到各校的錄取學生樣態 並非每一間學校都是相同的情況 在入學之後 還可以經由補強課程 或其他的方式來調整 通常到高年級之後 成績差異會降低 記者曹彥均 吳家寶 台北報導 終日報道